第776章 谢沐的喜特勒时代 我立刻冲了过去 可是牙仔却突然将视线转到我这边 冲着我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 我冲他教导 可是他却依旧还是摇了摇头 让我不要上去 外国道士已经走到牙仔身边 牙仔依旧没有动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而且外国道士身上散发出的压迫感又中了不少 我甚至感觉自己胸腔开始发疼 疼得我想要吐出一口血来缓解 你已经死了 就在外国道士身手的时候 牙仔再次开口 不仅是你 希特勒也死了 外国道士突然听出来 我看到他的侧脸似乎有些扭曲 随后直接伸手将牙仔取了起来 可是牙仔丝毫不拒 连握在手上的金刚笔刀 也没有看到他使用 他只是一直在重复这一句话 你死了 希特勒也死了 牙仔 不要和他说话了 我吼了一句 可是却不敢上前 牙仔刚刚的眼神我记得很清楚 我上去对他来说只有负担 我转头看向老燕说 你带大家走 这里留给我和牙仔 老燕深深地看了我两眼 最后一个命令便带着昆布他们 往通道里撤退 世美也跟了上去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和我们对抗的资本 这个时候 若是他还捣乱 他就真的是脑子有问题了 我目纵老燕他们渐渐走远 这才继续看向牙仔 外国道士似乎已经疯了 他掐着牙仔的手逐渐用力 冰冷刺骨的感觉 其实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也能感同身受 因为牙仔的眉毛上 竟然也出现冰块了 我知道自己错了 造成磁场的根本就不是列车 而是这外国道士 我的判断错得离谱 外国道士的身体里 不知道惊呼何种一变 竟然能将牙仔也冰住 可是牙仔却依旧笑着 嘴里内容变了 他的声音不大 但是我却能听得到 他在讲二战时期的故事 也就是说牙仔坚信 这是二战时期的外国道士 随着牙仔声音越来越大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怎么打响的 二战时的德国是怎么输的 最后希特勒又是怎么死的 在他的叙述中非常详细 我几乎能看到当时的场面 想必这个外国道士也能够看到 所以他一把将牙仔扔下火车 紧跟着也跳了下来 他不会死 我们的王不会死 哼 不会死 牙仔冷笑了一声 从地上爬起来 嘴角的血都没来得及擦 便嘲笑说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死 你都死了不是吗 你这个要为他续命的家伙都死了 他怎么能够不死 续命 我惊讶地看着牙仔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希特勒的死是因为战败自杀 可若是按照牙仔的说法 难不成他早就活不久了吗 牙仔继续冷笑说 他为什么用你们 打仗他有正规军队 德国也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武器 他为什么要用你们呢 因为你们能帮他续命 可是你们都死了 他怎么还会活着呢 不 不可能 外国道士抓着自己的头发 上面的冰块越来越多 我怀疑牙仔这么说下去 肯定会将这道士重新动回去 我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任何声音 就怕打乱牙仔的思绪 不可能 牙仔呵呵一笑说 当年你们来中国的时候 中国什么样 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用的东西 你觉得还是你们那个时代吗 希特勒是真的已经死了 战争也早就结束了 那些让大地生灵涂炭的战贩们 一个一个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外国道士打量我们几页 可能是发现我们好像是不太一样 随后就开口说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牙仔点了点头 他还在说着什么 可是我却觉得 哪里不对劲 就在牙仔说 希特勒连骨头都化掉的时候 我想起来 哪里不对了 这道士说的话 就是这道士说的话 他一个德国的异教徒 为什么说中国话 说得这么好啊 这虽然是小事 可是我却一常在意 牙仔小心 突然 外国道士向牙仔攻击过去 我因为他的语言问题 一直关注着他 就看到他的动作了 刚刚还发疯的外国道士 突然就冷静下来 攻击非常迅猛 牙仔也不说话 金刚笔刀出鞘 杀气逼人 外国道士吼了一句 药 你们将药给我 药 我凝视着他 突然明白过来 牙仔说的话 估摸着是对的 这群外国道士 还真的是因为 不死药 进的昆仑山 那么是不是说明 希特勒 真的在靠 这些外国道士 在寻命啊 我脑袋里想的东西 越来越不靠谱 忙甩了甩头 不再多想 随后便加入战局 牙仔不是对手 即便已调动 最好的状态的牙仔 依旧不是 外国道士的对手 因为他会的东西 是我们从来 都不知道的领域 他的一举一动 都带着绝对的压迫 似乎这方空间 就是他一个人的主宰 我们只能被动地 被他制服 锁魂 是有遇到了 才知道多么的恐怖 我想起了 档安事理 关于锁魂的介绍 也想起那位 再也没有回来的前辈 我不知道 他遇到的所患 是什么样子 但只觉得 如果是现在 这样的情况 我们估计 也是很难离开了 好在 老烟他们已经走了 即使我和牙仔 出不去 那也还有他们 我轻轻地 呼了一口气 手里枪 却挂在背后 因为牙仔 和外国道士 动作都非常快 他们纠缠在一起 我根本就没办法用枪 我从腰间 将匕首拔了出来 这是我特意磨的 701统一的匕首 对我来说有些大 我更喜欢这种小的 能够在不经意间 就给人一击的 记得当时我磨的时候 牙仔还嘲笑过我 不过 他这个拥有金刚笔刀的人 嘲笑我 似乎也没什么道理 所以我压根就没理他 该磨还是磨了 现在这把匕首 正好比我手掌长一些 很适合近距离格斗 我看准实际跟了上去 我也不是主力 只能见缝插针地 给外国道士来上一道 虽然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但是我知道 这样就够了 因为牙仔需要的 也只是我能稍微 拖一下对方而已 外国道士的身上 全都是冰块 有的时候 我的匕首碰到冰块 发出咔哒声 听得我耳朵发疼 可是我不敢退 这家伙已经疯了 他的攻击越来越迅猛 如果我退 牙仔必然处在下风 牙仔 我喊了一声 牙仔看向我 我立刻做了一个手势 他微微点头 表示明白 最后不要命一般 冲了上去 外国道士 原本正躲着我的匕首 没有想到 牙仔的攻击 突然迅猛起来 他转头 立刻应付牙仔 我这边的攻击 也立刻迅猛起来 他根本不在意 我这边的攻击 将全部注意力 放到牙仔身上 咚了一声 匕首刺入肉里面的声音 钻入耳朵 听得我精神一震 随后 我的手直接一转 便将他胳膊上一块肉 给转了下来 外国道士 这才转头 看了我一眼 可就在我得手的瞬间 牙仔就已经爆发出 最强烈的攻击 逼得外国道士 不得不退后 而我则趁机撤走 刚刚我给牙仔身眼色 便是为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 道士的注意力 全部在牙仔那里 毕竟牙仔的攻击力 才是最猛的 而我这边 只是拿着一把匕首 显然不够看 但就是因为 他这个想法 才能让我得逞 我说过了 这把匕首 是我自己重新磨过的 为的就是切开 墓里面 这些皮糙肉厚的鬼东西 牙仔和外国道士 很快纠缠在一起 我看准一个缝隙 又跟了上去 刚刚的招式 不能再用第二次 所以我和牙仔 也没有抱着侥幸心理 继续试探 外国道士 瞟了我一眼 我立刻偏开头 不敢看 因为之前那一眼 已经给我破的 让我插点吐血了 他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刚刚用匕首 给他的一点伤害 根本都不算什么 只能说 让我们在浸室上 不要落下来罢了 砍 吐着 牙仔喊了我一声 我看向他 就见他将一样东西 丢了过来 我下意识去切 是感觉 入手很轻 我低头一看 瞬间就惊住了 金刚笔刀 第777章 二战传说 怎么可能啊 这东西是牙仔专用的 继续教授说 跟了他十几年 可以说是从小时候 就跟到现在 没想到 他竟然给了我 我还没感慨完 那边的牙仔 就已经不爽了 娘的干什么呢 老子给你 不是让你欣赏他 我立刻反应过来 他的意思了 果然 外国道士 依旧紧跟着牙仔 对我这边 却放松了很多 牙仔在 外国道士的猛烈攻击下 朝我打了个手势 因为这一个手势 他慢了半拍 被外国道士 直接击中父母 整个人飞了出去 可是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很快在半空调整姿势 随后又和外国道士 纠缠上了 我这才发现 这外国道士的攻击 很有意思呀 他的攻击看起来 都是轻飘飘的 但看到牙仔身上的伤痕 我就知道 他的攻击 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很像是一个道士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在我脑海中一跃而过 随后在牙仔抱住 外国道士的时候 我几乎是条件 反射般冲了上去 金刚笔刀 在我的手上 似乎没有那么服帖 可这一秒 他还没有为难 我这个临时的主人 我将金刚笔刀 直接插入 这外国道士的后脖子上 牙仔的手势告诉我 这里是道士的弱点 至少是传说中的弱点 我们也只能读一读了 金刚笔刀 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直接刺了进去 外国道士就这么停住了 他想回头看一眼 可却没有机会回头了 因为他身上的冰块 开始融化 然后滴在金刚笔刀上 我刚松了一口气 牙仔就喊了一声跑 我拔出金刚笔刀 拉着牙仔就往通道里面跑去 砰的一声 外国道士的身体突然炸开 一堆看起来已经死掉的蠕虫 纷纷掉在地上 还有那么一两只稍微扭动一下 然后才挺直身体 不动了 我瘫坐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虽然我不是主力 可是这外国道士的反应特别快 因此我还是耗费很大的精力的 牙仔呼了口气 我没想到 传说竟然是真的 我问他 什么传说 牙仔伸了伸手 点了点地上的虫子 和那坛地上的衣袍 心有余悸地说 以活人为谷 寻找不死药 我这听得怎么还不明白啊 牙仔不知道是因为心中有感慨 还是什么 好半场才轻声地 将他听到的传说告诉了我 原来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传说 有着铁血手腕的希特勒 在二战初期 突然身体出现了问题 为了活下去 他用战争做幌子 收落一批异教徒 他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 还妄想寻找不死药 据传闻 这些外国道士 也给他带回一些灵达妙药 但这些药只稍微让他身体好转 而且一旦这种药断了 他的身体情况 便会更加恐怖地速度恶化 因此 他后期开始苍心病狂 听从一名随从的建议 在人的身上养骨 这样的骨人养成之后 可以到各个神秘的墓地 为他寻找相关的药 一开始 外国道士们 因为希特勒的众友 还沾沾自喜 可是 当他们发现真相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被派往各个国家 其中主要以埃及 印度 中国 这三个 有着不死药传说的 文明古国为主 但从结果看 这些人应该是没有成功 毕竟希特勒最后 还是死了 我奇怪地看着亚再 可这个外国道士 怎么还会在这里 亚再神色有些复杂 说是他想错了 以为这外国道士已经死了 但其实他还是活的 不过是用密法 给封住了而已 密法 亚再 见我问起 只能摇了摇头 说 其余的 自己就不知道了 估计除了希特勒 和那个一开始提出 建议的随从 谁也不知道 我点了点头 也是 这样的东西 还是不知道的好 否则闹出的乱子 还不知道有多少 牙仔拍了拍 我的肩膀就说 成了 我们也算是 解决了一个祸害 走吧 我被他拉着站了起来 临走之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 这外国道士 他醒来时的迷惘 不是假的 但是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存在 或许这一批 外国道士 都不明白 他们为何存在吧 不过我也无法同情他们 他们作恶多端之后 被希特勒重用 也是天道轮回了 我和牙仔脱利一般地 往通道里面走着 大概五分钟之后 便看到老燕他们 他们坐在地上 在他们的前方 是一扇门 一扇非常小的门 估计只能 用钻地鼠 带着锣锅钻进去 没事吧 老燕立刻迎了上来 我和牙仔摇里摇头 问他们 怎么在这里 停着不走啊 老燕当下解释 说他不是不走 是因为无法开门 我诧异地问 秋姐也不行吗 701里有两个机关大师 一个是徐教授 另一个是牙仔 他们两个凭借 博文强劲 一些在书上 看到过的机关 他们心中都有数 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因此 一般机关 交给他们两个来 都是能够破解的 但是 当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 这机关破解的任务 便交给邱小姐 她是兵器大师 很多暗器上 也有很多精巧的机关 兵此也可以处类旁通 若是他解不开 那么这个机关 也就不简单了 牙仔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说 不行 我得歇会儿再说 他确实是累了 而且身上还有 外国道士打出的伤 所以神也没有说什么 对了 这个还你 我将金刚笔刀 扔给牙仔 牙仔笑些歇的 结果 然后摸了摸 说辛苦了 没有下次了 我听他只感觉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秋小姐笑着说 要不是没见过他这样子 这金刚笔刀啊 以后还就是他老婆了 我老婆可不是这刀 牙仔一边将金刚笔刀收起来 一边看向侯澄澄 眉头挑了挑就说 想啥 你说是吧 他这流氓的样子 瞬间引来花瓣火的不满 后者挡在侯澄澄面前 让牙仔方尊重一点 牙仔耸了耸肩膀就说 我又没坐着嘛 再说 你们家大小姐还没说话呢 你在这里激动什么呀 第778章 诡异敲门上 花瓣虎盯着牙仔几秒钟 最后缓缓走上来 看那样子 应该是要给牙仔一个教训 退下 侯澄澄的语气很平静 花瓣虎诧异地回头看了一眼 不明白侯澄澄为什么会阻止 侯澄澄没有看他 只是无奈地望着牙仔 语气不冷不热地说 下一次我可就不懒了 牙仔没脸没皮地说 可别呀 打坏了我 你不心疼啊 侯澄澄瞪了他一眼 叫他不要得寸进尺 可是这个人压根就不知道 这四个字怎么写 拨开脸上已经黑成锅的花瓣虎 直接凑到侯澄澄面前 他也不说话 就这么盯着侯澄澄 后者被他盯得有些恼火 直接推开他 让他不要在这乱来 牙仔语气更加兴奋了 那就是说 在其他地方 乱来可以了 花瓣虎一把揪住牙仔衣领 其他两个黑衣人也将牙仔围住了 牙仔欣喜哈哈 让我们救他 我可没这个心思 侯澄澄再怎么样 也是个姑娘家 这牙仔也不知道收敛一些 姑娘嘛 脸皮子都薄 这种场合 就算是有心维护也做不了什么 我当然也不会救他了 谁让他嘴欠 非在这个时候惹别人 其实我算是发现了 这个花瓣虎对侯澄澄 可不光光是因为侯部长给了他任务 我怀疑还有其他的原因 可具体原因 我不能多猜 当然花瓣虎也没有讨到便宜 这个时候牙仔算是功臣 所以花瓣虎还是很有分寸的 只是让牙仔没有再靠近侯澄澄的机会 便也罢了 脸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 也不帮我 牙仔见侯澄澄那里没有好果子吃 便安安分分地坐了过来 但还是没有忍住向我地上暴露 我看了他一眼 随后翻了个白眼 你有这个时间 麻烦去研究研究这门怎么开 成吗 牙仔一副受了伤的模样 我懒得理他 让他有精力就赶紧去瞧瞧 我这心中实在是有些不安 因为锁魂阵破得太容易了 牙仔身上受了一点轻伤 我这个将盗事解决的人身上几乎一点伤都没有 这实在是太费也所思了 因此我还是有些担心 生怕会出什么事情 还是尽早地离开这个地方吧 牙仔像小媳妇一样叹了口气 随后缓缓地站了起来 就说 我就是劳动力呀 你们就知道欺负我 根本没有人理他 他坐坐地走了两步路之后 也恢复了正常了 蹲在那道狗洞一般的小门前 不过半秒钟 忽然疑了一声 我立刻问他 怎么了 他摇了摇头 说没事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等他确定了再说 见他这么说 我也没有追问 只是放在他身上的注意力更多了一些 刚才我想着 邱小姐没能解开的机关 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就没有太注意 可没想到牙仔竟然这么快 便发现了端倪 邱小姐皱着眉头 说 没用的 那就是个幌子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探了探手 说门上有一个装置 连接的炸弹 护得他刚刚迟迟不敢动手 但最后发现 这根本就是个假的 炸弹也不会引爆 炸弹的装置 我心头一跳 这墓里面怎么都是现代化的东西 邱小姐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轻轻弹了口气 说 不死要 被发现了 我猛然看向她 说 这不死要要是被发现了 我们这一群人待在这里 怕是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不会 邱小姐摇了摇头 说 如果没有这些机关 我倒是怀疑不死要被带走了 可是你想想啊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现代机关呢 我瞬间明白她的意思 有人发现了不死要 但是却没有能力带走 因此不惜耗费如此多的精力来保护 不 应该是说呢 防范盗墓贼 邱小姐将我反应过来 轻轻地点了点头 说 能搞出这种机关的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势力 都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能够比拟的 他们没能够拿到 怕我们也是难呢 是啊 我看着蹲在前面研究药的牙仔 只觉得这一趟的任务实在是让人头疼 似乎每一秒都在出现意外 牙仔突然扭头问她 啥 你是让有小刀吗 我将我改造过的匕首拿了块 她摇了摇头 说 不行 还是太大了 这个呢 邱小姐从腰间摸出一把 估摸着只有叶片宝的刀片 牙仔眼睛一亮 说就是这个 她将刀片接过去 小心翼翼顺着门缝往里面插 可是半晌也没有见她插进去 但她没有放弃 而是一遍又一遍摸着 大约十多分钟之后 刀片终于进去了 不到指甲盖宽的那么一点 可是一进去 牙仔神色更加慌张 扭头冲我们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随后将耳朵贴着门 她这副样子让我们觉得奇怪 但是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不敢打扰她 牙仔的手法非常有规律 刀片随着她的动作 一上一下地在门缝中蹭来蹭去 刺耳的声音让我感觉浑身发毛 但我必须要忍住 牙仔的神情告诉我 她现在做的事情和能否打开这闪门 有着莫大的关系 查安 你仔细听 牙仔冲我招了招手 我立刻走了过去 和她一样将耳朵贴在门上 随后她手动了 一阵奇怪的声音就钻入耳朵 不是刀片蹭在门上刺耳的声音 而是在这声音掩盖之下的另外 就像是两根手指敲门的声音 是什么东西 我头皮发麻 转头看向牙仔 牙仔却依旧对我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让我不要生长 这让我更加头皮发麻了 不要生长 如果是不让这敲门的东西发现还正常 不要生长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我们这些人中谁有问题吗 应该不会是701的人 因为牙仔的手势 我们都明白 赤眉也不太可能 因为她的人马基本全军覆没 而且这中间我也没看到 他们怎么联系 那是阿卜 只有她很神秘 原本看似非常抗拒和我们静默的 但是在昆布逼着她进来之后 她似乎也接受了 一路上沉默得很 也不怎么说话 只是偶尔和我们发表一些意见 我摇了摇头 但是牙仔已经神色凝重地去听声音了 根本不管我在想什么 这个人总这样一惊一乍的 管啥不管麻烟 不过我也没有太过纠结 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 稍微注意一下罢了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 我看到牙仔抬了手 然后敲了敲 她的频率和我听到的频率是一样的 不过她多敲了一下 很快 对面也传出敲门声 比牙仔多敲两下 但是他们之间的间隔是不同的 有人在和牙仔沟通 我震惊地看着牙仔 可是她的注意力 全放在和这莫名的人沟通上面 根本就没看我 我就蹲在她的一边 听着她和另外一头的敲门声 你来我往的 大约持续有三分钟 牙仔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瞬间我看到 她有些迷惑 似乎是问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有些犹豫地发问 你 你是牙仔吗 牙仔看着我 不解地问我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只得指她的脸 说 你脸上刚刚的表情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牙仔也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说 不觉得刚刚的表情有什么不对啊 我没有再说话 只是让她说说 刚刚到底在干嘛 自然是在交流 你没有感觉到吗 牙仔看了我一眼 似乎我问了一个白痴的问题 我一巴掌拍在她脑袋上 是她娘的问你这个呀 你在和谁交流 说的什么 这她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第七百七十九章 开门 好像和这东西你来我往的敲敲门之后 牙仔的精神有些不对 她的反应变慢了 是真的慢了 好像有些反应不过来 我都化似的 不过到底她嗷了一声之后 还是反应了过来 但只是摇了摇头 说现在还不到说的时机 我被她一句话咽了半嗓 实在不明白 她这是怎么了呀 现在还是打雅弥的时候吗 不过我没有再逼问 只是问她 有没有把握开这道门 别我十分钟 牙仔这下反应倒是快了 终于比换一个没有问题的手势 九小姐诧异地眨拉眨眼 似乎不敢相信 牙仔竟然这么确定 而且她这份惊讶中 还有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我见牙仔暂时不需要我 便回身走到九小姐身边 问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自然是有 九小姐低声说 这个机关我看过了 不可能这么容易 牙仔她刚刚说的沟通 应该是和对方沟通 开门的技巧一般 我差异地看向牙仔 她正在认真地研究着机关 但是我都能看得出来 她好像更加熟然了一般 难道邱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不过对于邱小姐的话 我还是很相信的 因为牙仔的状态明显不对 甚至于我都看到 她刚刚看我的时候 那种你怎么会在这里的表情 可明明是她叫我过去的呀 我没再说话 我和牙仔之间的对话 都是刻意压低声音的 其他人就算能听到 也是模模糊糊 但现在他们明显发现了 我们有事情 所以再说下去 我怕对牙仔不好 时间慢慢地过去 我盯着表 同时观察着牙仔她的动作 她在门上的动作 几乎是无序的 但仔细看的话 好像又有一定的规律 甚至于在我看来 仿佛是一种筋械美感 十分钟 在牙仔说的时间到的时候 我听到咔嚓一声 一个蛋片从门上面弹了出来 最后门便朝里面开了 仿佛是恶魔在邀请我们过去一般 我诧异地说 牙仔 你真的开了 有了邱小姐的话 我对她能不能开门 还是心存疑虑的 现在她能开 我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疑惑 因为她明显有事情 在瞒着我们 她看着我 没有回答 只是说 现在门开了 你们要继续前进吗 她这话问得古怪 身上她不应该是问我 她是701的成员 她应该知道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我们不可能不前进 因为不前进任务就没办法完成 老燕已经联系过上级部门 将现在情况和他们汇报了 跟踪赤梅的任务算是没有完成 但是接下来的不死药 我们一定要完成 倒不是要我们找到这不死药 而是让我们一定要看看 这座墓到底是怎么回事 传说中的不死药 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一定会见见的 那么在知道这个情况的前提之下 鸭仔再问这句话 就是很奇怪了 她可以问什么时候出发 但是不应该问 你们还出不出发 我看着鸭仔 一字一句地说 这门是怎么开的 开了就成 长安 你何必纠结这个呢 鸭仔皱了皱眉 似乎对我的追问有些不高兴 我摇里摇头 说不是纠结 若是不知道门怎么开的 我们怕是不能放心的前进 鸭仔瞬间看向我 那眼神刺得我心疼 似乎在问我是不是怀疑的 其实我不是怀疑的 我只是担心这座墓里面有古怪罢了 我怕这墓里面的古怪影响了她 导致她做出一些 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来 毕竟我是亲耳听到 她和那不知名的东西交流 随后她便说 她知道怎么开这闪门了 不仅是这样 就连邱小姐说 门上有炸弹装置的事情 她也没有说 似乎压根不打算告诉我们 这门上的任何细节 这本身就有些不正常 虽然我不用她说出 开门的具体步骤 但是她也不能这么敷衍了事 鸭仔看着我 似乎在探究我 我同样看向她 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她之前向我比的手势 想到这里 我看了邱小姐一眼 她正在看着鸭仔 似乎不明白 后者怎么这么容易就开了门 或者说她在考虑 鸭仔到底是和谁在交流 我压下心里头的疑惑 决定相信鸭仔一次 算了 这方面你是专业的 我们没有办法和你比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我挥了挥手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就说 那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压在瞳孔一缩 我知道自己猜对了 肯定是因为有危险 所以她不想让这个危险扩大化 这才将某些东西压在了心底 我微微地摇了摇头 七零一的人总是这样 合作的时候都能为了彼此付出生命 但却不考虑一下 同样的事情谁都会做 我要的是他们珍惜自己的性命 在我眼里 国宝重要 但是我们这些捍卫国宝的人也很重要 甚至于我觉得重于国宝 毕竟没有我们 国宝的流失率肯定会大大增加的 因此我希望七零一的人 不要随便地付出自己的生命 至少不要在目标还不明确的时候 这么做 牙仔看了我良久 才点了点头 说 房爷妈 我会有分寸的 我也不管她有没有分寸 转头让大家多休息休息 等会儿再出发 师妹冷笑了一声 我们还没休息够吗 你要是想要出发 我也不会拦着你 你倒是走啊 我冷眼看着她 她急我也能理解 可是作为盗墓的老手 我可不相信 她不明白墓里面心急是什么后果 师妹被我一句话赌了回去 可能是认为面子过不去 再次冷笑道 你这小子才多大 老子下过的墓 比你家祖坟还多 你和老子这个态度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问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她突然吼道 老子的兄弟可能还活着 老子和你们在这里干后 他们说不定就真的死了 我同情地看着她 这一路上我对她的了解都来自于其他人 有钻地鼠 也有老烟 甚至还有上级部门 他们惊胆的态度让我认为 赤梅至少也算得上是一方枭雄 可能算不得正派 但到底也是个人物 但是现在看来 她也不过如此 估计是因为二十年前的老烟 他们年纪也不大 精力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所以看赤梅的眼光 还是有些不同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觉得她有些可悲 如果她不是太贪心 凭着自己的手段 在被抓之前直接金盆洗手 她跟手下兄弟们 一定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可是她偏偏不干 不仅不干 还结了一个找死的伙 威廉给的钱 我不知道有多少 可单单一条 帮他们逃出国门的承诺 应该就足以让赤梅了解 这是多么危险的人物了 可是她依旧结了 这她娘的能怪谁 相反 我同情的是她的那帮兄弟 二十年前在寨子里生活 哪怕不是无忧无虑 至少也是幸福的 可是就这二十年 他们还需要在昆仑山 为赤梅挖地道 修基地 他们或许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相信 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们肯定还有一丝后悔的吧 别人都说孤单英雄 因为孤单英雄 向来都是已经走到最后 身边没了亲人 没了朋友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他们才敢放开手去拼命的 但这些人不是 可能二十年前 他们刚跟着赤梅的时候 是孤单英雄 但是现在的他们 已经有了亲人 也有了自己的家 再次进墓的时候 怕是他们已经不像之前 那么敢拼了 我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就说 你这样的态度 确定能救得了 那帮兄弟们 第七百八十章 轮回路 赤梅张了张嘴 看着我 扮上之后摇了摇头 颓然地说 我心急了 你看着办吧 对于他的退让 我是能预料到的 若是他依旧不退让 那么我也只能让他先走了 我不想在我身边 有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沈梅 我还是敬重你的 虽然你做的事情 不入我的眼 但是你对兄弟们的情分 我还是看在眼里的 没有人不想救他们 可是我们走这条路来看 你觉得你的兄弟们 是在哪里出事的 我还是认真分析了一遍 他啊了一手 最后脸色彻底晦暗了下去 是啊 我们这条路的凶险程度 显然不简单 而且路上的东西 若是被动过 我们不可能发现不了 可是我们走来的时候 简直像是什么都没动过一般 我不得不怀疑 他们根本就没有走这条路 虽然我也没有发现 另外一条路 钻地鼠说了一句 倒木者 声色从来只是有甜点 随后他拍了拍赤梅的肩膀 说二十年前 我就劝过你 可是你不听 赤梅不再说话了 他那两个手下已经吃了亏 更加不可能说什么 只有那个小鬼看了我一眼 小鬼的存在感其实很弱 如果不是他一直跟着赤梅 我注意赤梅的时候 总是能看到他 真要将他给忘了 可是他这一眼让我心惊 他似乎不能接受 我们这么说赤梅 或者说他不能接受赤梅 现在的状态 算了 几十年的事情了 老铁也没什么意思 当年的我哪里会听的 突然赤梅笑了几声 声音里是难得的爽了 我看了钻地鼠一眼 更加好奇他们之间的故事了 没想到他一句话 就能让赤梅的心结打开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费这么多口舌了 想知道 钻地鼠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但是他问了一句之后 又摇了摇头 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 等出了这个墓 他会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 我看着他的样子 雾满地说 你这分明是掉我们的胃口 这样一番打闹 我们的氛围也轻松了不少 我看向鸭仔 只见他点了点头 果然他在故意地拖延时间 刚刚我怀疑他表现出那副样子 是要拖延时间 但如果拖时间的目的太过明确的话 他也怕会被发现 所以我才会扯这么多 也幸亏赤梅这个时候突然闹腾一场 否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走吧 我看着他们 最后率先从小门爬了进去 原本我以为门这后面是一个很小的通道 没料进去之后 发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条跟之前一样大的通道 后面的人陆陆续续跟进来 我往前走了两步 只觉得出现了幻觉 我真的有爬过一道门吗 这通道无论是宽度 还是两边的长明灯 都跟之前一模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感觉心中发黄 鸭仔 你 我想问他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才会拖延时间 可是他迷惘的眼神告诉我 他确实也不清楚 我呼了口气 他也不知道 我往后看去 那道门还在 但是已经关上了 我助然吼了一句 你们谁他娘的 将门关上了 吼完我才发现不对 按照我们的分配 最后从门里面爬进来的肯定是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做事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这门是自己关上的门 果然老烟摇里摇头 说他是最后进来的 他不记得自己有关过门 甚至他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 众人脸色都变了 所有人都看向鸭仔 因为之前怎么开的他没有说 这个时候被怀疑 不 应该说被除了我们之外的人怀疑 应该也是正常的 往前走看看 我相信鸭仔不会害我们 所以并没有给其他人质问的机会 当然除了赤眉之外 也就只剩阿博了 他刚想张嘴要讲什么被我打断了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没有再次说话 这时候昆布突然窜到阿博的面前 问他是不是想说什么 阿博冷笑了一声 你们不让我说 说 昆布猛然喝着 我发现他对他这个小叔 异常的不冷静 这倒是也能理解 虽然他说阿博对他并没有多好 只教会他练蛊虫的方法 可是毕竟不一样啊 以昆布这身本领 练习的时间肯定也不少 他和阿博在一起的时间 肯定也是不算少的 肯定是有感情的呀 我看着昆布 他正在盯着阿博 后者只是轻飘飘地说 这是轮回路 轮回路 我差异地看着阿博 他难得地解释了一句 说所谓的轮回路 便是给鬼魂走的路 一共要走过五个关卡 才能够重新投胎做人 中间过关卡不成功的话 可能就会灰飞烟灭了 关卡 我看向身后已经合上的门 这便是第一道关卡 昆布问出了我想要问的问题 如果活人走在上面 会出什么问题 阿博摇里摇头 说他又没有走过 怎么可能知道 我知道他说的没错 可是昆布却不相信地说 既然你知道传说 那么就说详细些 不要藏着掖着 显得小气 小气 阿博显然被他气着了 昆布 好歹我是你在苗江的恩师 我告诉你 谁都可以说我 但唯独你不行 我注意着阿博的神情 他不似作为 也就是说 他是真生气了 难道他对昆布的感情不一样吗 不可能 我转瞬便想到昆布身上的伤 他若对昆布的感情不一样 也不会对昆布下这样的狠手了 昆布没有理他 而阿博也不再说这方面的传说 但是我也已经明白过来 这不是什么给鬼魂走的路 不过就是一种防止盗墓贼的机关罢了 邱姐 怕是我们的猜测错了 我转头看向一旁的邱小姐 她冲我扬了扬眉 似乎在问什么错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指了指那道门就说 这门不是现代工艺 除了你发现的那个炸弹装置 几百年前 其实也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邱小姐回头打量一番 随后点了点头 说也确实这样 不过加上炸弹装置之后 便只能算是现代人的手柄 我和他这么一番聊天 便是说明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陵墓 前方还有四重关架 另外队伍中 还有我们不能完全信任的人 我看着前方前路艰险 再看看老燕他们 心中安定了下来 这次任务我之所以会容易多想 一来是因为不死药的传说 实在太过虚无缥缈 我们为了这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在这里卖命 不知道是不是不值得 二来也是因为 我现在的指挥身份 老燕这么爽快地将身份丢给我 不仅是因为他相信我 还有一点是因为 他要找我证明给上级部门看 只有上级部门承认了 我的位置才能坐得稳 否则光打一份报告是没用的 不过知道是关卡之后 我倒是不害怕了 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因此我手一招 必让大家都跟上 长明灯省了我们很多事情 至少不用举着手电筒 也不用在黑暗里听到一点动静 就大惊失色 因此我们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四周完全一样的环境里走路 对于时间的感知 慢慢地就没那么敏锐了 等我察觉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大概十几分钟 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一种味道 一种对我来说很熟悉 对别人来说却几乎没有的味道 一股淡淡的像是米饭的清香 很熟悉